川普政府上台以來 政府內部人員竊物事件不斷 美國司法部長蔡新斯宣布 加緊打擊竊物事件的同時 也警告記者要小心 美國司法部長蔡新斯宣布 他上任後調查竊物事件案件的數量 是奧巴馬政府時期的三倍 蔡新斯同時說 他們尊重媒體發揮的重要作用 也尊重媒體記者 但記者也不能無節制 保護記者協會研究員 艾納貝克發表聲明說 減少對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聯繫的保護 會降低公眾監督當選領導人的能力